大家好,感谢大家继续订阅和收看大龙的厨房,我是大龙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名字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吃起来非常棒的小炒苍蝇头 记得很多年前在餐厅里第一次见到菜单上这个菜名的时候,让我真的非常的惊讶 忍不住好奇心就点了一个,结果这个菜的味道让我永远不会忘记 其实仔细想一下,中餐里面拿昆虫和动物来命名的菜还真的是不少 比如蚂蚁上树,狮子头等等很多很多 如果大家也想到很多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写上你想到的菜名 这道小炒苍蝇头的最主要用料就是韭菜花干辣椒还有豆豉 成菜以后红绿相间,还有黑色的点缀,这也可能是这道菜名字的由来 这道菜的做法并不复杂 买回来的韭菜花,我们先把上面的花枯朵全部掐掉 然后使用流水,把它冲洗干净,切成末,因为切成末以后我们就不能再冲洗了 接着切点葱花,干辣椒剪成段,然后把姜切成姜米,我们的配料就准备好了 找一个分量轻一点的锅,把锅烧热,倒一点油进去,我们先开始炒肉末 炒这道菜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肉末了 肉末一定要炒没了水分,把它炒干,并且要把它炒香 稍微焦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一定不要有水分 新鲜的猪肉末含的水分比较大,这个地方可能需要一点耐心去把它炒干 在肉末的水分几乎快要完全蒸发掉以前,我们需要加一点味道进去了,让肉末有滋味 因为这道菜主要味道的来源就是肉末的味道 而韭菜花不吸收味道,我们吃的就是它的爽脆和它的原味 把切好的料头连同豆豉一起倒入炒香的肉末里面以后,我们继续翻炒 当你闻到辣椒和豆豉被加热以后散发出来的香气的时候,就可以加入韭菜花末了 这个时候,大家使用锅铲或者直接翻锅都可以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肉末和韭菜花末完全的混合 并且这个翻炒的过程是从慢到快的 我们大家可以利用这个炒菜的节奏把锅里的东西先炒熟,然后再把它炒香 随着大家不断的翻炒,你就可以闻到锅里面韭菜花末所散发出来的香气了 与此同时,这道菜几乎就可以出锅了 在出锅之前,大家可以多加一点香油进去 然后找一个平盘,把我们炒好的这道小炒苍蝇头盛出来就可以了 准备好米饭或者是你的小酒,然后用勺子来吃这个菜 满满的一口下去,韭菜花,肉末,辣椒和豆豉的香气就会在你的嘴巴里面爆炸开来 一道简单而且好吃的小炒苍蝇头,我和大家今天就做完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吧 感谢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和收看大龙的厨房 我是大龙,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